哈哈哈哈 大家好 我是女华 哈哈哈哈 小华 好久不见了 你愿意漂亮了 谢谢你 小白 你大白呀 我好开心哦 小华 你不能叫我小白 为什么呢 你可以叫我小华 为什么我不能叫你小白 因为你比我小 他如果比你老啊 老白 哦 那我要叫你什么呢 总不能叫你老白吧 这样太不尽了 你可以叫白 哈哈哈哈 老大哥 叫你白好像有点尴尬 叫你白哥比较不远 那我叫你白大哥好了 好啊 白大哥你看 一只可鲁耶 他不叫可鲁 不是每一只狗狗都叫可鲁 哦 那他叫什么 他在这里做什么 在佐语吗 他叫恩佐 他不是在佐语 他在等他的主人 等他的主人 为什么要在雨中等他的主人呢 哦 这里面有一段很感人的故事哦 感人的故事 我最喜欢听故事了 白大哥 他这个快点说给我听好不好嘛 我不会讲故事啦 不过我有一个朋友 他这个小动物很有感觉 养了一只狗 养了一只狗 养了一只鹦鹦鸟 心地又软又温暖 又会讲故事 我请他来跟你讲这不少话 一定会让你非常感动的 他太好了 他是谁 快请他来吧 我好期待哦 好 那我们祝你热烈掌声 来欢迎今天出奖 韦婷 谢谢白大哥 跟小华 谢谢白大哥 那你是来白大哥 还有小华 还有各位贵宾 各位贵友大家好 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一本书 我在渔中等你 那也不知道是不是一个巧合 这个礼拜真的都在下雨 所以幸好今天刚好有比较平一点 那我也是真的在渔中等到各位的地名 感谢大家今天的地名 那首先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这一本 通俗温馨的一个小说 那 不好意思 可以 拍上一遍 对 对 那原先那个原成出版社 他当时在拍摄 就是要出版这一本书 有两个封面 一个是这一张 另外是干口 原来出了这个封面 那可能 如果说以这本书的一个原有 可能我们现在这一本书 封面会比较适合 所以最后就选择这一张 那这个 这一张书的书片也蛮可爱的 就跟大家分享 好 请下一遍 那现在来跟大家介绍 这一本书的作者 那作者是贾斯斯坦 他就生长在 从出生生长到在西雅图 然后贾斯斯坦 他一共著作三本小说 第一本是在1998年 他出版杜鸭波叶 那第二本是在2005年 他出版单身一环 那同年当中 他又创作一本 呃 舞台剧的剧本 叫做熊师兄弟 那这个剧本 获得一个不错的好评 那杜鸭波叶 这个单身英文 他这两本书 并没有在台湾发行 好 那到2008年 请下一页 2008年他就是创作这一本 我在雨中等你 如果你英文的翻译的话 他是在雨中赛车的一个艺术 那这本是就有在台湾发行 那你再请下一页 那贾斯斯坦这一本书 算是他的唱交小说 他在各国家 都有发行这一本小说 那刚好是美国的版本 法国的版本 还有英国的版本 他的封面是长这个样子 都有 都是以狗来当个主讲 也都蛮可爱的 这提供给大家参考 好 请下一页 好 那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这一本小说 那这一本小说 最主要是作者 他是以狗为来当地人称 来蓄附整个故事 然后作者呢 他带领着我们走进狗的内心世界 他让我们知道原来狗也有思想 然后他也没有感觉 还会怀抱着梦想 那整个故事当中的一个大英 那因为恩总他是一只很有灵魂的狗 他陪着单领一家大小 首过十年的岁月 那尤其他陪伴他们主人从单身 好 到结婚 好 然后还有生个女儿 那很不幸的话就是 丹尼的妻子姨浦郎 他就是得到脑油 好 然后就是这样子过世 但是他 他妻子过世的时候 刚好他的岳户岳母 又为了他的女儿的容易的一个坚固权 然后就是用一个莫须有的罪语 给那个丹尼 那丹尼为了 他很希望他要跟他女儿生活在一起 他不惜请家淡产 然后 花贵很高的一个诉讼的律师会用 就为了要争取跟他女儿生活在一起 然后到最后呢 就是说 有一个树方战换 最后这个故事是有一个美好的一个结局 他最后还是跟女儿生活在一起 所以我古静丹丹的一个结局 那请下一页 那另外这一本书有一个重点 他的重点是在 因为丹尼他本身是一个赛车手 然后整个故事当中 他会运用在与中赛车 来比喻人生 那因为赛车手他在赛道上 开车的时候 运用他的技巧 然后接待为人生的考验和活在当下 那这个有点在比喻我们人生 我们在人生生活的过程当中 有时候也会遇到一些错偶的跟错感 那你如何去突破你自己的一些 人生总统的表面感跟难关 这本书也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启示 好 请下一页 那我个人喜欢这本书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他写出的 生动物之间的紋振动物的真实 第二个他吃的充满爱的护士 第三他西本第四则书 那我现在问你这三个方向 来跟大家分享 开始下一页 第一个他写出 人跟动物之间紋释动物的真情 那这个部分 我有分三个部分 第一个是丹尼跟恩佐 丹尼他对恩佐 他好像把他当成是一个家人 一个亲人一样 那他与丹尼在家里看电视 看路里看电视 还会带恩佐去赛车 那我会带他去散步 那在这十年的期间 他像青梅一样互相鼓励 他即使遇到困难 都会服气 那恩佐对他的主人 他因为要先帮我讲话 可是遇到一些关键时刻 他都以他的举动来提醒他主人 那像当你他遇到一些 想要放弃的一些事情的话 或是做一些不好的事情 他都会用行动来提醒主人 你不可以放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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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兼职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 因为他本身 到最后是已经成为老狗了 身体都有一些毛病 然后再加上发生车祸 那可是他在他主人的面前 他是把他表现得很健康 他不希望他主人 为了他又要花 花会一笔高昂的医药会 所以他每体子之间 都会为了对方着想 那第二个是医辅跟恩佐 那医辅就是我们丹妮的妻子 他把恩佐当成像知己看待 那整个故事当中 好像只有恩佐最早知道 他生病了 然后 所以当医辅他去医院 接受一些化疗治疗 回家的时候 当时因为医辅的父母亲 为了要助近照顾 是把他接回到人家 并不是回到他自己的家 那第一天的晚上 那医辅他就要求说 他希望恩佐可以陪在他身边 因为他很希望 恩佐可以带给他力量 但他不用恐惧死亡 然后那一天 恩佐他也是静忠职守 他那天晚上都不敢睡觉 他就陪着他的女主人 他不允许一些恶魔带走他的女主人 那这段情节我是看了个人还蛮感动的 然后 等到 经过六七个月 医辅他要 就是他已经知道他时间差不多了 他在那一天的笑 他跟恩佐说 我不再害怕死亡了 因为死亡既不是终点 然后他希望恩佐 他希望恩佐说 我很后悔我当时出院的时候 没有回到自己的家 而是回到娘家 可能医母已经知道说 他的父母亲 应该是要想要取在丹尼 来照顾柔宁 所以他请恩佐说 你要好好的照顾丹尼跟柔宁 因为他们在一起是那么的快乐 那等到隔天早上 恩佐他知道他的女主人衣服 他已经过世了 他很伤心 可是他的伤心的方式 跟我们的不一样 他不是用户的 他是 他就是展现是他还原的那种本性 他就黄奔 他一直要发现他的经历 然后他很有种怨恨 他的怨恨是说 为什么癌细胞 那些细菌 那些会抖走他的女主人的生命 然后最后呢 很没有理性的吃掉一只相处 他就 因为他想要原来 他本来是在人的面前 他是一个很有教养的狗 可是那一段时间 他变成 恢复他原来的那种本性